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我们不讲圣斗士 要来说一个跟动漫有关的老游戏 英雄烈传 这款游戏是为了庆祝 周刊少年Jump创刊20周年 在红白机FC上所推出的ARPG游戏 过年时刚好看到有人介绍这游戏的影片 所以也首养翻出模拟器来重温这款好游戏 英雄烈传一共在红白机上推出一二两代 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都只玩过二代的最强之七人 但不得不说一代才是真正的经典 除了可加入的同伴高达16人外 还有许多在Jump上连载过的NPC角色跟剧情 当年因为这游戏只有日文版 所以劝退了不少人 很多人都是被一堆角色的封面纱给杀到 而花钱买卡带 结果一进入游戏才发现不知如何下手 我就是用三块卡带跟同学换来的 因为我阿嬷是日本人 从小就常听家人说日语 加上自己又喜欢玩日式RPG游戏 所以读小学就已经会看五十英了 以前的RPG游戏都是单一的剧情 只要看得懂几个单字 多少都能猜到过关的要素 再不然就花时间全部村庄跟全部的NPC都跑一遍 也能找到过关的关键 以至于我国中高中一直都是班上同学的人体RPG攻略本 造成我只能专攻RPG 对动作跟格斗游戏完全不行 洛克人一代到现在还破不了关 说了这么多还是赶快来看看这游戏的迷人之处 游戏一开始当然是先输入自己的名字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主角正坐在家中看着周刊少年Jump 突然一到闪光 主角就被吸入书中 这时可看到未来自己的16名战友 其中有孙悟空 金肉人 星石 塞巴六 剑西楼等 我们后面都会一一的介绍 刚开始冒险20周年纪念的这只鳄鱼吉祥物 就会出来告诉主角一堆老梗的台词 说这个世界被比克大魔王统治 要主角把各地的勇者找出来打倒大魔王 并给了主角一个龙珠雷达 于是冒险就此展开 刚开始的出发地点是在北斗村口 上方有面镜子这是供接关密码用的 这区的敌人可以看到许多北斗神圈的杂兵 战斗方式非常的简单 A是近距离攻击 B是远距离攻击 每个角色的攻击方式都不同 像主角的攻击方式就是拳头跟金刚飞拳 悟空则是拳头跟龟派骑攻 游戏的选单界面也非常的简单 左边这一排会显示收到的同伴头像 游戏一共有五个地区 每个地区最多只能收到两名同伴 右边这排第一个是金钱 第二个是游戏内的时间 接着是随身物品 战斗顺位以及同伴 右下方的山里有个墓碑 上面写着全四郎长眠于此 难道北斗神圈的主角已经死了吗 接着来到右上角七龙珠占卜婆婆的家 向她打听一下其他英雄的消息 但她就跟漫画里一样的死要钱 要付六万块给她才肯帮忙占卜 不然就要打败她的两名战士 分别是金肉人里面的水牛人 巴巴罗曼跟海王星人 奈普旧曼 通常这里都是要收到全四郎之后才能来挑战 但其实这两个战士的移动都很单纯好打 对付水牛人只要抓好节奏 就能让她连出全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打倒 海王星人就更简单了 只要把她引到这个位置卡好位 一样她打不到我我打得到她 收拾掉这两个人后 占卜婆婆就会告知同伴拔座先生的位置 出小屋后网友一直走到底 就能看到她让她加入 由于我在网路上实在找不到拔座先生的介绍 只能从她的攻击方式 屁股撞人跟放屁得知 这应该是类似白白眼巨色的搞笑漫画 要是有人看过拔座先生的漫画 也请在底下留言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左下方有一个小屋 进去里面就可以见到七龙珠的牙不卡 她告诉主角全四郎还活着 但是要在二十二时才会出现 看一看时间现在还早 那就干脆先去找龙珠好了 打开选单的道具栏 点选龙珠雷达 就能清楚知道龙珠的位置 雷达的正中央则是自己目前所站的地方 当靠近龙珠时 在移动画面按A 就能清楚的看到龙珠 龙珠的功用就是让死去的同伴复活 但是用完后就会消失 必须再重找一遍 到了二十二时 会听见一个倒数计时的声音 这时来到全四郎的墓碑前 他就会加入 接着就能去下方的城堡里面打BOSS 进入后先一路往下走 会捡到一个对讲机 可以让全四郎的努力值一下子增加一半 在一个房间内打到全四郎的亲哥 Kyo之后 就能得到进入BOSS房间的钥匙 接下来就进入打BOSS的格斗游戏 这小游戏很简单 A是防御 B是直拳 只要全四郎的努力值有一半以上 一次就能让BOSS扣掉两颗爱心 当年很多同学都以为BOSS是拳王拉欧 但仔细看他的日文才发现 他是北斗神拳第二部修罗伯的老大凯尔 只能怪拳王拉欧的名气比他还大 打完BOSS后就能够救出零 第一区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接着通过一座桥来到第二区 拔座先生跟全四郎会暂时的告别 等回到第一区就能再召唤他们出来 看到第二区的敌人都是海怪跟红断带军 大概就能猜到这区的同伴是谁了 进入西都之后会看到城市猎人里的野上户子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叫他牙子 连城市猎人主角户宇寮 我们都是叫他牙语寮或是孟波 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个字应该念户啊 欠了寮不晓得多少发的户子 告诉主角 要找到寮必须用粉笔在留言板上留言 但走遍的所有商店 就是看不到粉笔这个道具 在商店中还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青铜圣衣箱子 不过在此竟然被叫做玩具圣衣 这是后面的关键道具可以先买下来 接着只好先来到胶囊公司布马的家 布马会用时光机将主角送到过去 原来的西都变成了企鹅村 在里面可以找到泽卷千兵卫博士 他说阿拉雷因为缺少能源不能动了 所以要先到道具店买个水桶 然后到村外这个水池边装水 听到这声音表示已经装满水了 再交给博士 泽卷阿拉雷就能加入了 接着来到这屋子前找马希利特博士 对鸟山明比较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马希利特就是鸟山明当年的责任编辑 后来变成吉英社常务董事的鸟岛和雁的原型 打败马希利特的焦糖机器人后 他又派出了小少爷来对付主角 没想到小少爷竟然喜欢上阿拉雷 而且还自动献上时间军的设计图 拿回去给千兵卫博士后 博士除了给主角时间军让主角回到现代外 还给了一瓶药叫主角拿给小绿老师 所以回去前还必须做两件事 第一先把药拿给小绿老师 这会关系到后面的剧情 第二再到猫眼咖啡厅来找来生桶 他就会给主角一支粉笔 使用时间军回到现代之后 因为得到粉笔赶紧到西都留言板上留言XYZ 这时阿湘就会拿着铁锤气冲冲的跑来 说铁这个家伙不晓得又跑去哪里把妹了 然后就进入一段小游戏 要在被阿湘打三次之前找到铁 铁便会加入 接着来到卡琳塔打败陶白白 夺回如意棒交还悟空 悟空便会加入 再回到卡琳塔下 乌帕希望你爬上卡琳塔锻炼 见到卡琳仙人后 又会进入一个小游戏 只要在100秒内抓到他10次 就能得到超胜水 所有事件都完成后 接下来就是要挑战本区的BOSS 红断带军总部 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迷宫 终于来到BOSS的房间 见到红断带军总帅 BOSS的打法有点像在玩小蜜蜂的游戏 如果是用悟空去跟BOSS交谈 就只会由悟空一人对付总帅 若是用辽去跟BOSS交谈 辽则会跟悟空一同作战 只要打中总帅的机器人10次就能打败他 不过悟空的如意棒却也断了 要去第三区前先来到西渡的下方 这边会遇到圣斗士的子龙 他正因为把新史的圣衣搞丢而懊悔不已 不过圣衣其实已经被我们买下了 要到第三区会经过第一区 先用时光军回到第一区的过去 而原本现代的影查家 在过去会出现一个角色 送你一个MK文章 用来提升拔作先生的努力值 接着用时光机回到现在 进入第三区 这区因为都是山地 移动的方式必须靠搭地铁 来到C这个地方 出来就可以进入南鼠 本区的敌人都是南鼠的鼠声 跟圣域杂兵 以及白银圣斗士 阴仙座的雅鲁格鲁 里面可以看到虎丸龙刺 还能打听到雅典娜被沙卡抓走的情报 遇到见淘太郎后 必须和他挑战南鼠漫画里有名的道墨印 类似打地鼠的小游戏 主角先攻淘太郎先防 然后换淘太郎攻主角防 谁能盖到鼠掌的墨印越多 谁就赢淘太郎加入后 就能去低这个地方 挑战南鼠的金螺大四凶杀 在依序打完雷电 飞燕 月光和伊达成人后 就解完了南鼠的所有任务 接着用时光机回到过去的大四凶杀屋子 进去里面就会出现 贵政河的银翼超人小游戏 过关后就能拿到一本笔记本 然后进入原本的鼠掌室 过去的第三驱同伴互穿万集就会加入 这部漫画我也没看过 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是吞食天地的作者 本宫广致的作品 《男儿当大将》 内容有点像车田正美的南版 描述昭和年代的学生 靠打架打出群伙伴跟地盘的故事 出山区后 往下走到港口都市 第一间屋子可以遇到小光 在小光同意之下 到底部找到高领菊就可以让高领龙儿 跟姐姐菊练拳 只要是车田粉应该都知道 这是他的成名作《拳王创世纪》 练完拳后再到竞技场挑战宙斯 就可以取得凯撒纸虎 可增加陶太郎的努力值 结束后回到现在的港口都市找圣 只要身上带着圣衣 圣就会要主角去孤儿院找星矢 进到孤儿院直接对话后 星矢就会加入 接下来就可以去圣域挑战十二弓 这边的迷宫虽然很简单 但要打的敌人还挺多的 依序要打败水瓶座 魔羯座 巨蟹座 双鱼座等黄金圣斗士 就会进入Boss战 对决双子座的沙卡 游戏方式跟全四郎打凯鸥石差不多 只是多了上中下三个攻击地方 不容易防 所以我都是不管防守 直接冲过去硬拼啦 打败沙卡后就能够救出雅典娜 第三区的Boss解决掉后 用时光机回到过去的南鼠 在道具屋旁有一个小孩 会给你黄色录影带 再回到现代的港口都市 记得先购买电话卡 再到电话亭打电话给龟仙人 他就会派克林来接主角去龟仙小屋 只要把黄色录影带播放给龟仙人看 他就会送给主角金斗云 从此就能乘坐金斗云到处闲 也能渡海来到第四区域 不过第四区的同伴 除了啾啾比较熟外 其他三人就完全不认识 先来说说第四区现代的两个同伴 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 啾啾第二部的主角 乔瑟夫·乔斯达 乔瑟夫的加入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到中央的贩卖机 就可以看到一个坐轮椅的家伙 这人就是我在啾啾故事里最佩服的人 SPW财团的创始者史匹特·瓦根 看过啾啾的都知道 史匹特·瓦根虽然只是第一部与第二部出现的配角 但他将终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啾啾的家族 甚至到了空调徐伦这代都还在吃他的财产 这时只要在贩卖机买一瓶可乐给史匹特·瓦根 他就会告诉你乔瑟夫在上方的遗迹里 来到遗迹跟乔瑟夫对话 他就直接加入了 然后来到右上方的城市 一进入就可以看到怪物在攻击一个女子 收拾掉怪物后才知道这名女子叫琉璃子 接着到鬼哭灵器的家 他会为了感谢主角救了琉璃子而加入 刚来到第四区不到十分钟就将两个同伴找齐了 鬼哭灵器这名字也是看网路上翻译才知道 不过比较可惜 这部漫画《年代久远》完全搜寻不到 感觉是像《孔雀王》那种降妖类型的作品 还记得《企鹅村》的那个《送药事件》吗 当时只要有帮千兵卫送药给小绿老师 这时来到他家就会发现两人已经结婚 而且还生了一个天才的儿子达布 达布制造一台像电锅的东西叫《愿望实现机》 主角顺势要了两个愿望 第一个是黄金圣衣 可以增加星矢的能力 第二个是环境模拟器 乔瑟夫训练用的 接着来介绍一下角色血格下面 这条叫《努力努力》的数值 这个数值类似每个角色的MP 最终决战打BOSS时使用必杀技的话会消耗 通常打三只小怪就能提升半格 有些角色可以靠解支线任务来大幅度提升这数值 刚好第四驱的这两个同伴都有支线任务 所以不用去打怪殿等 鬼哭灵器是加入后来到左下方的城市 这里有间屋子进去里面可以打一只蛇女Lidys 然后在道具店的门口又会遇到一只绿色的怪 打完这两个家伙 努力值瞬间就快满了 乔瑟夫则是有三个支线任务 第一个是修炼波纹弓 刚刚拿到环境模拟器之后 立刻返回第四驱左下角的城市 在一间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了波纹书 然后就会进入啾啾第二部漫画里 丽莎丽莎锻炼乔瑟夫跟西萨控制波纹的油柱训练 只要按A连打 使啾啾呼吸维持在这个范围之间 就能顺利的往上爬 要注意的是柱子中间的黑线会喷出高压的油 如果被喷中可是会一直往下跌 只要爬上柱子顶端修炼就算完成 可增加二桥的能力 第二个是要到右下方的基地去打BOSS 这也是跟第一区的BOSS一样的格斗小游戏 唯一不同的是 在二桥击中桑塔纳时 要连续按A传送波纹 如此才能对桑塔纳造成伤害 打赢BOSS之后 乔瑟夫可以再度提升功力 第三是用时光机来到第四驱的过去 直接进入上方遗迹 就会有一个牛仔的同伴加入 我查了一下这也是一部年代久远的漫画 由川崎生所画的荒野少年伊萨姆 还出过动画呢 进入右上的城市会遇到一部赛车漫画赛道之狼的角色 找赖跟主角比赛车 一旁的风吹玉石会送给主角一台很烂的车 接着进入赛车的小游戏 谁先跑完十圈就可获胜 这大概是本游戏里最难的关卡了 我挑战了八次才赢啊 不过幸好赢了只是拿到爱家红宝石 提升乔瑟夫能力的东西 就算不拿也不会影响到游戏的进度 再来左下角的城市会遇到乌龙派出所的两金勘集 他会给主角一个生鸡腿 拿到右上角城市的餐饮店找炎健卫萍 他就会帮主角把生鸡腿做成炸鸡腿 再拿回去给两金 他就会送给主角一把44口径的枪 有了这把枪后 就去刚刚乔瑟夫打BOSS的基地 因为牛仔伊萨姆没有支线任务 所以一路上干脆让他带头练练功 幸好本游戏的御敌不是才地雷制 只要自己觉得练够了就不用再打 接着在BOSS的房间里找到同伴加纳定制 一加入努力值自动就有五格啊 这个角色我也不熟 无法多做介绍 不过从这边就可以感觉到 英雄列传分成现在跟过去两个时空 是别有用意的 在过去的时空里登场的角色 大多是昭和年代的动漫作品 这区还有一个支线任务 来到过去左下的城市民房中 会遇到一个NPC 他告诉主角 阿卡夏奇的情报 再来到现代第三区的海港都市打电话 就会遇到阿卡夏奇 夏奇这个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念 日文是鲨鱼的意思 阿卡夏奇是北斗神圈里的角色 是一名海盗 再者全四郎渡海来到修罗国 在游戏里是一个闪避水雷的潜水艇小游戏 只要顺利的过关就可以进入一个房间 里面可以遇到摔角漫画 只要打败他 他就免费帮主角把悟空的如意棒修好 接着来到第二区的卡琳塔 并让悟空带队 就能来到天神的宫殿 神会送给主角超神水 喝完后可以提升每个角色的最大生命值 来到了最后的第五区域 首先来到现代的足球场 只要有足球门票 就能进去跟大空翼比射门 只要赢了大空翼他就会加入 接着来到下方棒球场 一样要有棒球门票才能进入 足球跟棒球门票 第四区的商店都有卖 这时棒球场上刚好来到最后一局 同伴Talo正面临5比2落后 且满雷满球数的窘境 只有挥出全雷打才能反败为胜 但此时无论怎么打都会出局输掉比赛 必须用时光机回到过去 在下方瀑布旁有一颗石头 把它推入盒中就会出现一个洞穴 里面有个NPC会送给主角一只 翻译成中文叫魂之球棒 不是蝙蝠哦 拿到球棒后回到现代的棒球场 发现时间点还是刚刚的最后一局 轮到Talo打击 将球棒交给他之后猛力一挥 结果球棒断了一样输球 再回到过去的瀑布洞穴内 找刚刚的家伙算账 他竟然说不小心拿错了 这次给了才是真正的魂之球棒 再次回到球场后 无论怎么打都一定是拳雷打 逆转身后Talo也加入了 第五区的过去就更简单了 感觉企划写游戏写到这里也累了 来到棒球场 因为主角已经有了无敌的球棒 投手同伴Q一击就会自动加入 再到右方的武道馆 最后一名同伴金肉人也会直接加入 还自带增强能力的黄金面具 金肉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 尤其是王位争夺战篇 堪称格斗漫画的始祖 这部以后也会制作影片来讲解 等到16个同伴都收集完毕 就能搭金斗云来到 比克大魔王的城堡 这迷宫还真是挺复杂的 比克大魔王只能由主角一人对付 虽然不难 但挺无聊浪费时间的 打赢比克大魔王之后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有其他的魔王 接下来透过一面镜子 就能来到最终决战的地点 要透过16位伙伴的帮助 挑战13部漫画的魔王 这边变成了RPG的战斗方式 而我们一路打怪断裂的努力值 就是在这里使用必杀技用的 这个最终决战是整个游戏的高潮 虽然想为了忠于援助 派出相对应的角色 但在游戏里13个魔王都有各自的弱点 派出相对应的主角 有可能会死得很惨 所以在此我还是以展示 美人的必杀技为主 首先第一个魔王 是魁南俗的大豪怨血鬼 他的绝招有大家熟悉的真空尖锋充跟超条锤 真空尖锋充能够削弱对手的攻击力 而超条锤的杀伤力可是挺强的 跟他相对应的主角是剑陶太郎 陶太郎的招式有手刀 武士刀 以及提升攻击力的炼器 大血鬼的克星 是刚刚加入的投手同伴球衣 第二个魔王 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马西利特博士 绝招有黄笑 以及焦糖号铁锤 跟他相对应的主角 当然就是阿拉雷 阿拉雷的招式有打招呼 冲刺 还有最强的恩加炮 对付马西利特最好用的同伴 则是刑警加纳定制 第三个魔王 是金肉人王位争夺战的凤凰人 他的必杀技是金肉王族三大奥义的其中一招 跟他相对应的主角是金肉人 金肉人的三大招是 筋肉散光 以及筋肉捉牙 还有最强的火灾场的蛮力 在此我是直接用金肉人把他给KO掉 第四个魔王 我不认识的棒球漫画角色球四郎 绝招是三段球 跟球四郎相对应的主角 应该是球一吧 球一除了跟他一样有三段球外 还有下坠球 以及最强的超速球 球四郎的克星是阿拉雷 两发恩加炮就能够把他解决掉 第五个魔王是足球小将翼的 意大利守门员赫尔南迪斯 他的绝招黄金右臂非常可怕 能把对手的攻击原封不动的反弹 跟他相对应的主角 当然就是大空翼啦 大空翼的必杀技有倒挂金钩 头锤进球 以及招牌绝招 ドライブシュート 曲线射门 对付赫尔南迪斯 只要全四郎一招无想转身就能解决掉 第六个魔王我就完全不认识了 叫莱耶鲁 他的绝招是放电跟冲刺 我是用男儿当大将的主角 互穿万吉来对付 万吉的招是第一招叫怒之铁拳 第二招是一个人思考 可以提升攻击力 第三招则是最强的呼朋引伴 找一堆同伴来围殴对手 第七个魔王我也不认识 叫拉斯内里 这个魔王会复活很多次 因为感觉很像是妖魔鬼怪之类的角色 所以我用鬼哭灵气来对付 灵气的绝招第一招是神魔鬼破蛋 第二招是神魔破 以及第三招提升攻击力的大日秘术 第八个魔王很抱歉又不认识 不过看他的绝招有狼牙棒攻击跟裸体 就知道一定跟拔座先生有关咯 拔座先生的招式也是挺欠缅的 第一招是屁股攻击 第二招是装成口龙 第三招是裸体 不过对付他比较有用的角色是孙悟空 两个龟派气功就能解决掉这个魔王 第九个魔王我终于认识了 99奇妙冒险第二部的柱之男艾希迪希 他的绝招是指甲针 跟他相对应的主角当然是二代的99乔瑟夫 乔瑟夫的绝招只有两招 第一招是波纹掌 第二招是波纹铁球 不过这里有个秘技 可以利用柱之男怕阳光的弱点 用悟空一招太阳拳秒杀 第十个魔王我超怀念的 竟然是银牙的赤红盔甲 绝招只有咬这招 但是我们的同伴里面没有银牙怎么办呢 我只好用没有boss的城市猎人来对付他了 阿辽的绝招也只有两招 第一招是点375左轮枪 第二招是海怪的火箭炮 赤红盔甲也有一个弱点 只要用阿拉雷的打招呼一击就能将他击倒 接下来的战斗光听BGM就知道 这一定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第十一个魔王就是圣斗士星矢的双子座萨卡 绝招有威力超强的银河星爆 跟可以让对手混乱的幻龙魔皇拳 只要是中了魔皇拳 我方角色就会攻击自己 这里我直接用原作的星矢来对付他 星矢的绝招除了有天马流星拳 以及天马会星拳外 还有提升攻击力的燃烧小宇宙 这场战斗需要点运气成分 要是萨卡一直用魔皇拳就会陷入苦战 再来第十二个魔王 北斗神拳的拳王拉欧 拉欧除了他的最强大招天降奔裂外 防御力跟血格都超厚了 不过全四郎也是本游戏超强的角色之一 绝招有第一招北斗百猎拳 第二招天破活杀 以及最强的无响转身 在这招面前强弩拉欧也只能一生无悔 对付拉欧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角色是塔洛 原本以为塔洛是一个强打者 没想到他的必杀技竟然都是跟头球有关 第一招叫散拉斯波鲁 日出球 第二招叫塞沟龙波鲁 最后之球 最后一关的魔王 也就是年轻的比克 但是没想到最后的boss竟然挺鸟的 我都还没录到绝招他就挂了 跟他相对应的角色当然就是孙悟空啦 悟空的绝招第一招是残像拳 第二招是可以让对手失明的太阳拳 以及第三招他的招牌绝招龟派七弓 另外两个没登场的同伴我也顺便介绍一下 牛仔伊薩姆的绝招是绳索 以及手枪 刑警加纳定制的绝招有手铐 跟44口径的手枪 将魔王全部打败之后就破关了 破关画面就是同伴再度回到周刊少年Jump里面 这边出现的同伴背影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作品 送走了16个同伴后 大家会出来道谢并恭贺Jump20周年 最后跑字幕小时候没注意看 现在终于看懂了 全是游戏中出现的漫画跟作者的名字 感谢各位的收看 因为第一次写游戏剧本不太会拿捏 原本的初衷只是想介绍一下游戏跟动漫的角色 写着写着竟然变成写攻略了 做完之后才知道游戏类的频道组真的很辛苦 之后我大概一个月只能出一篇怀旧游戏吧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